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手术问题还是体质原因 也没关系 这都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 以美后 脸上露出线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 这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有些人为了提升自己的颜值 那可谓是下足了骨负 有去美容的 还有去整形的 很多人就憧憬着这一刀下去 就能够脱胎换骨 变得和那个模特一样漂亮 可很多人呢 却把整容有风险 这句话早就抛到脑后 王女士今年呢42岁了 她接触整形已经有几年了 这几年 王女士在自己的脸上 可是投资了不少 今年年初 她对自己的这个面部皮肤呢 有些不太满意 正好在朋友那儿又听说了一家整形医院 于是呢 就来到这家医院进行咨询 这一咨询可就把麻烦事给咨询出来了 1月17号做了一个线雕 她当时做的是那个月身线 王女士听了朋友的建议 来到了整形医院 原本打算过来咨询 可在接待她的工作人员的介绍下 王女士直接就上了手术台 做了一款名叫月身线的面部线雕手术 连签那个什么协议书之类 都是我躺在手术台上了 坐在那手术室了 给我写了 让我签了个名字 我都没看 王女士要做的面部线雕 大小也算是个手术 可王女士说 她是躺在手术台上之后 才签的手术知情同意书 这一流程似乎有些不符合常理 当时我做这个线雕 一共花了三万亿 做的时候我没有在价钱方面 没有考虑 我做了个最贵的 她告诉我 而且她这个医生没问题 我再上交代她 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医生 王女士当时的要求十分简单 找一个最专业的医生就行 价钱不是问题 于是医院也做出了承诺 告诉王女士 给你操刀手术的人 就是医院做线雕手术里 最好的医生 这个线雕本应该是不做全麻的 因为我特别害怕疼 就是特别胆小 我就告诉她做了个全麻 我单领 那下三万一 一千块钱那个全麻 王女士说 这三万一的费用里 有一千块钱是全麻的费用 另外那三万元是两处面部阅声线线雕的手术费 钱也交了 医生也找来最好的了 王女士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上手术台了 几个小时过后 手术结束了 王女士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就回家去了 刚开始那几天 那面部肯定会肿胀呀 疼痛啊 这些呢 王女士也都理解 可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王女士的疼痛呀 似乎并没有好转 哎呀 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 现在碰也不能碰 现在这都拽一下也疼 这些地方一笑字扯得疼 一低头拽得都疼 我脸都不能洗 你看我到现在都一直没洗脸 这过年到现在 我基本上还没洗过脸 王女士说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因为面部两侧一直疼痛 生活质量下降了不少 夜里睡不着 白天没精神 连门都不想出 她告诉我们 做完手术半个月的时候 是她最难熬的日子 2月4号晚上我就开始疼 脸上当时就这个地方 已经顶出来一个线 把肉就顶出来一个 完了这边是有两个地方 是起了一个坑 2月8号 王女士来到医院 让当初给她做手术的医生 进行了调整 开了一个小口取了 给剪了 王女士花钱去整形 原本是为了让自己 变得更加年轻 更加漂亮 可如今呢 却花钱买了最瘦 王女士说呀 刚开始做完手术的时候 她的这个疼痛感 其实并不明显 半个月之后 这皮肤里的线头 竟然呢 还出来一劲 经过处理 虽然裸露在外的这个线头呢 被剪了 可是疼痛的感觉 依旧存在 之后啊 她又忍了忍 2月28号晚上 剧烈的疼痛 让她彻底崩溃 随后呢 就找到了医院 医院 面对王女士 三番五次的到来 最终呢 给出了这样的说法 说呢 这个线头掉出来呀 属于正常情况 我说线头已经掉到脸上了 还叫正常 而且这地方 好几个壳一直挂住 一直挂住肉了 就和那东西挂 拿个刺儿砸住脸似的 我说她说是属于正常 她说我的皮薄 皮肤薄给顶出来的 面对医院这样的说法 王女士自然无法接受 为了了解情况 记者和王女士 也来到了医院 等待了一段时间 工作人员说 给王女士做手术的医生 习晓云今天不在医院 让王女士 再等其他医生进行对接 又过了一会儿 医院的另外一位工作人员 上前询问了王女士的情况 工作人员告诉王女士 线头从伤口处露出来 并不严重 属于正常情况 记者了解到 王女士做的月生线 是一种可降解 可被吸收的高分子聚合物 有驱除皱纹 体拉松弛下垂的组织等效果 所有的月生线上 均有细小倒刺或者齿轮 医生做手术 需要用科学严谨的技术手法 将线交错植入 真皮层和皮下组织之间 所以现在王女士怀疑 当初做手术的医生 并不具备这样的医疗水平 我现在就是怀疑 他这个医院和医生 都有没有这个正规的 这个就是医师资格了吧 医生线他有自己的医生 补军纪律 就专门 他就专门一趟 和咱们常规的这种微拉线 都不一样 工作人员表示 给王女士做手术的医生 是经过专业培训的 而且像王女士这样的情况 在他们这儿 从来没有出现过 正常情况下就做完 多长时间都会 一般的话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的话就应该也要好了 工作人员说 正常情况下一般人恢复的时间 是一个月左右 可王女士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随后 王女士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慢慢地等到了三个多月 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候 所有的线材 就再好的线材 她都开始进入一个降解期 当进入降解期的时候 你自己就会感觉到 那种痴迹性的越来越小了 一听工作人员说 预计可能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 疼痛感才会消失 王女士彻底坐不住了 坐着以后也没告诉我 你需要疼两三个月 疼我三个月 选择的全吧 一般人也能这个疼三个月 这么长时间 就是有时候体质特殊 还有就是 发现了那个创伤也偏大一些 体质特殊 创伤偏大 这让王女士听得是一头雾水 她十分清楚地记得 数前医生对她进行过询问 也做了一些相关检查 这一切流程结束之后 她才选择了最贵的线雕 找了最好的医生 躺到了手术台上 可怎么现在出问题了 竟然是因为自己的体质 特殊导致的呢 还有王女士提出 这家医院签手术知情 同意书的流程 很草率 术后出现什么线头掉落 持续疼痛的问题 这就是医院不专业所导致的 而且即便是不追究这些问题 单说这个手术效果 也并没有达到医生当初的承诺 也没有达到自己最初的预期 那么对于这些问题 医院方面又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呢 医院回应是体质原因导致 术前检查又为何没有察觉 术后的不适症状 究竟是技术问题 还是另有原因 我跟他那个护士说的时候 我说你看我这个脸明显下来了 医院的建议为何让他一律重重 对于王女士的要求 这名工作人员并不能解决 双方继续交谈了很久 也没有结果 随后工作人员提出 让王女士再等一位副院长 过来处理问题 听到这位副院长的提议 王女士有些担心 这做完手术都将近两个月了 还需要输一些抗生药物 来进行疼痛缓解吗 这位副院长 副院长的解释 王女士听得云里雾里 自己的术后情况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看来现在谁都说不清楚了 那之前有没有过过这样的情况 现在有过过这样的情况 就凹陷了很多 那以后谁还敢做呀 听到这儿 王女士有些后悔 都怪自己当初选择 线雕整形手术的时候不够慎重 那么像王女士这样的情况 有没有什么挽救的办法呢 能能去 还两个月了 能能去 我现在就是这个世界是能够 取不了 看不到这你怎么会去 取不了了 那这这找到 我现在建议吧 你就说点意思 能得对症 我现在能猜测 你说对症 可能对症吃指头药 对症吧 对症吧 但是这个是你要找到更远 去处理一个东西 王女士现在头不能低 嘴不能笑 但问题的根源在哪儿 这位副院长说了半天 似乎也没有说明白 而对于她所建议的书页 王女士更是不敢轻易相信了 我只能代表我的建议 我怎么能代表医院 我们得跟医院来对接了 你现在出了问题了 谁来给我负责一个责任 对不对 刚才就等了办法 我们等了 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王女士等待了一个多小时 期间对接了一位工作人员 一位副院长 可是谁都给不出王女士最终的答案 那现在王女士又该找谁来要说法呢 这个时候 王女士回忆起来 会不会是因为自己之前和医院签订的协议 导致医院变成了如今这样的态度呢 那王女士所说的这个协议 又是一份怎样的协议呢 两个部位分的 她说先退还你一部分钱 退了我一部分钱 退了一半 退了我一万五 写了个协议 就是回去以后发生什么事 还为他们医院负责 王女士所说的协议 是她2月8号 来整形美容医院处理线头的时候签的 协议内容大概是 客人自觉术后效果欠佳 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 退款1.5万元 后边的补充内容是 此事一次性了结 之后双方均对此事件不再有任何追究 互不承担责任 针对该手术项目恢复期出现的问题 医院给予配合处理 而王女士认为 术后她出现的问题 医院不但应该负责处理 甚至应该对她做出赔偿 当王女士提出自己的要求后 医院方面又找来一位工作人员和王女士对接 但这次的对接结果依然不尽如人意 我知道也退了一部分费用 然后你们有什么要求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个反馈他们 我们是选接待的医生 他也知道 所以说我们只能说是了解一下 你的这个情况 有个说法的话 今天这个时间肯定不合适 你来的时候还没下班 但是六点的时候我们已经下班了 工作人员说 医院的负责人已经下班 暂时还无法对接 第二天 王女士告诉记者 医院通知她三天之后去进行反馈 现在 王女士的不适症状 还没有去综合性的三甲医院进行诊断 我们也建议王女士 及时治疗对症下药 那么 王女士之前和医院签订的协议上说 退款之后 双方对此事不再追究 王女士之后 还能否要求对方负责呢 医院方面 对此事究竟有没有责任呢 班中这份协议呢 是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并且是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签订的 协议是合法有效的 同时呢 这份协议上也载明是王女士在商家接受了一系列的服务 此时双方形成了一个服务合同的法律关系 但是后续呢 因为王女士对于她服务的情况不满意 所以双方协商做了一部分退款处理 同时也载明了互不追究 这种情况下是属于双方协商解除了这份合同关系 并且又互不追究 那么王女士她就不能基于合同关系再去主张权利了 但是还有一条途径 就是假如说商家她在操作过程当中存在着一些过错 比如说啊 她的这个诊疗不符合相关的规范了 此时呢 双方之间又形成了一个侵权的法律关系 那么王女士呢 她可以基于侵权主张商家来对她进行赔偿 至于商家到底有没有存在过错 这一点是要以专业的医疗鉴定的结论为准了 由于之前的协议约束 王女士接下来呢 也有可能无法要求这家医院进行相关的赔偿了 但是啊 如果经过鉴定 这家整形医院在手术过程当中确实存在过错 那么王女士是可以让对方承担责任的 在这里啊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签订协议的时候 咱一定得谨慎 要进行整形手术的时候 也一定要选择那些正规的医疗机构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慎重做出决定 对于此事呢 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予以关注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